我们看这个题目 已知这定积分值是等于1 3分之1乘以a3次方 而且这定积分值是等于1 4分之1乘以a4次方 这就下列各小题定积分之值 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这是积分 这是从0到6对x平方积分 那么我们利用这式子 这等于这是1 3分之1乘以6的3次方 那么这等于这是1 3分之1乘以216 所以我们算出这答案是72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要求这定积分值值 那么这原式 这等于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对负x3次方积分 那我们把负号写到外面来 所以这是负的 这积分是从0到4 对x3次方积分 那么再加上这1 2分之1 我们写到外面来 然后这7分就从0到4 对x平方积分 那么这等于这是负的 然后呢这7分 我们利用这式子 我们可以得到 这是1 4分之1 去乘以这是4的4次方 那么加上这里呢是2分之1 然后去乘以 然后去乘以这里我们利用这个式子 这是3分之1去乘以这是4的3次方 那么这等于这里呢4消掉 所以呢是负的4的3次方 所以是负64 那么这里1 2分之1 我们去乘以这是64 所以呢我们会得到32 因此呢这里是用1 3分之1 去乘以32 所以是加上这是3分之32 因此呢这里我们就得到 这是等于这是负的3分之160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三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二小题 我们原式 这等于我们把它写的是 这从0到4对5x平方积分 然后去减掉 这是从0到2对5x平方积分 那么这等于这是5提出来 然后这对x平方积分 我们利用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得到这是5去乘以 这是3分之1去乘以4的3次方 那么这减掉这里5提出来 然后一样这对x平方积分 我们利用这个式子 那么这是乘以这是3分之1去乘以这是2的3次方 那么这等于4的3次方这是64 所以呢5乘以64这是320 因此呢这一项是3分之320 那么减掉 2的3四方这是8 5乘以8这是40 所以这一项呢我们可以得到这是3分之40 因此呢这相减我们就算出这第三小题的答案为3分之280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四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 这原式 这等于 我们把写的是 这是从-1到0 对x平方减x3四方 7分 然后呢 去加上 这是从0到1 对x平方减x3四方7分 那么这里呢 我们提出负号 然后提出负号呢 这负号我们使得 这上下线 这颠倒过来 所以呢 我们直接把它写的是 这是从0到-1 那么对 这是x三四方减x平方7分 那么加上 这是从0到1 对x平方减x三四方7分 那么这等于 这里我们要拆开成 这是从0到-1 对x三四方7分 然后减掉 这是从0到-1 对x平方7分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把它拆开成两项 这是加上 这是从0到1 对x平方7分 然后减掉 这是从0到1 对x三四方7分 那么这等于 这里呢 我们利用 这个式子 所以这是 四分之一 去乘以 这是-1 括号的四四方 那么减掉 这里呢 我们使用 这个式子 所以这是三分之一 去乘以 这是-1 括号的三四方 那么这里呢 是加上 这里我们用 这个式子 所以这是 三分之一 去乘以 这是1的三四方 那么减掉 这里呢 我们使用 这个式子 那么这是四分之一 去乘以 这是1的四四方 那么这等于 -1的四四方是1 所以这里是四分之一 那么负一的三四方 是负一 那么这里会负负得正 所以这里是 加三分之一 那么这里呢 是加三分之一 然后这里呢 是减四分之一 所以四分之一 会约掉 那么这是等于 三分之一 加三分之一 我们这里的答案是 三分之二 这个答案